日本原名省电达人腾景志佳子 2011年起 陆续在自家设置了太阳能板 以及靠踩踏除电的飞轮 他就靠着阳光跟运动发电自给自足 甚至在阳光下搭建炉灶 透过聚热方式烹调食物 就连洗衣服也回归原始 用手来搓揉清洗 因为这些超强省电数 让腾景女士一家十年来电费零元 女子来到阳台 从这个神秘大碗里拿出方形铁盒 打开发现里面是香嫩多脂的鲑鱼块 这头还有美味可口的烤蛋糕 惊人的是料理这些食物 无需花任何电费 晴晴天的鲑鱼的鲑鱼 一时间前后就烹起了 鲑桃的固碍也有1小时半 可以做出料理 日本这名省电达人腾景志佳子 2011年起陆续在自家设置太阳能板 以及靠踩踏除电的飞轮 他就靠着阳光跟运动发电 自给自足 随着腾景志佳子省电越来越有心得 他还在阳光下打减炉灶 透过聚热方式烹调食物 因为这些超强省电佩服 让腾景女士一家三口的电费 从每个月4000日元 将到比电力公司规定 所需缴纳的最低电费还低 将近10年来电费零元 让不少人打呼佩服 腾景女士表示过去十年 她一直过着节电生活 这些方法让她不必担心限电 又或自然灾害来袭 无电可用 因此她会继续钻研省电绝招 过着充满挑战的省电生活 问所编译